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对啊 给我 艾斯大人 给你吃吧 这回去的路上我们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哎 舞阳 对他这种人干嘛这么心软啊 慈心公主 我艾斯追随王朝多年 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哎 你竟然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知道吗 我们不杀你已经宽宏大量了 哎 少主 这次真可惜 这么多人又让阿里马跑了 他会去哪啊 是啊 他要是夺起来的话 到哪去找他啊 我倒是不担心找不到他 那你担心什么呀 如果 这个冷云回到汉海 利用圣杯 发动起对王朝的战争的话 那后果不开设想 雷王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你不妨说出来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啊 你们要走吗 是啊 我也要赶紧回去 回去通知富华 纳龙 你陪我 我们也要上路了 你们快点走吧 去王朝那边还有一段路程呢 是啊 乌扬 你也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和你在一起 来 乌扬 在迷宫里 我宝负看见我爷爷 夜月大祭祀 留下了遗言 他不希望再有战争 也不希望 天下苍生 再次经历浩劫 而且重光也说过 不想再看望 天下 在陷入战乱之中 现在 冷云拿到圣杯很危险 所以 我一定要回去阻止他 乌扬 你还是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路上随心陪你 你不会孤单的 那是不一样的 你听我说 接下来 我们会和冷云 在汉海范围里一战 你是王朝的公主 在汉海人的眼里 你是他们的死对头 你在汉海 一定会很危险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吗 对 我不希望 你再受到任何伤害 好了 你走吧 好吧 我走 大龙哥哥 我和你们一起回去 嗯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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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